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講一個議題 就是講健康 就是講膽固醇 自己年紀都不輕 五十幾歲 我身邊的朋友 原來跟我同年紀 原來三四十歲 已經是開始服食一些膽固醇藥 降血壓藥 每天又說一粒 其實我真的不清楚 因為第一 我就不喜歡做身體檢查 我想這麼大的兒子是做過一次 十幾年前是一個很全面的身體檢查 我發現觸碰藥是好的 之後其實就很少 對上多一次就是一次 因為可能是心臟 好像有些偽主做一些活性的 就是動態的心電腦 接著就沒有了 我覺得法國也是沒事的 但是 法國原來身邊這麼多朋友 是在吃藥的時候 我覺得很詫異 我看到有些是很健康的人 行山 跑步 運動 打網球 做了 做了 那都是在吃這些藥 那 他的答案就很簡單 因為那個度數是高 所以就要吃 那我就 我經常都很多抱著移民的態度去做人 我說數值高是為了一個數值而去做 為什麼不是憑自己的感覺 如果自己覺得身體沒有問題的時候 為什麼要去吃這個東西呢 因為說的數值是一個人為的數字 說的百多年前那個上下壓 那個度數是比現在是寬大很多 即是說你以前的血壓 八三四都叫做合理的 現在降到八一二已經是叫超標 那為什麼呢 就是方便他去買多藥 令到更多的人 是跌下去他那個吃藥的建議那裡 在那些指標 無論任何指標 慢慢都是降低那個標準 其最主要就是方便去買藥 但是 很多人就會是聽人講 就是聽醫生講 醫生就更簡單 醫生就聽學校講 學校就聽一些學術報告 講給你聽定個標準 即是龍門整個遊戲規則他定的時候 說他超高就超高 不會想一下究竟那個人 究竟是不是真真正正是健康 那我經常覺得這些藥 每樣都是毒性是三分 那就算一個膠囊 每天吞一個膠囊下去 那日積月累 整個肚子都是膠 然後 為什麼要依賴這些藥物呢 為什麼不在那個身體裡面出發呢 那其實很多人的身體不好 都是因為癡肥過份肥 沒有一個叫自食 有很多肚子的治療功能 曾經有一個日本的教授 拿了諾貝爾獎 就說 人太飽 令到細胞就沒有自小 將那些不好的細胞 吃了之後排出底外 這些就是因為吃得太多的罪 我反而反過來 多一點斷食 令到自己的肚空虛 將很多殘留的食物 給它消化了 讓腸是可以乾淨清潔 不會擠漏了 那些廢物在裡面 不會咬到有病菌 那其實對人體會更加健康 應該又不用去吃這些藥 因為很多人解釋不到的時候 就說一句叫遺傳 就可以解釋完所有一切 那我覺得是 有些不負責任的 就是解釋不到 就說一句遺傳 整件事就合理化了 也不會挑戰 還有大部分也不會挑戰醫生的建議 只有我這麼蠢才去想這些無謂的事情 今天想說的健康就這麼多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